四人地圖喔 那右上左上左下右下 需要留意的就是如果出生在靜點 靜點就是同時出生在左邊或是右邊的話 要特別留意的就是中間的黃色的小石頭 小石頭點位打掉了之後 到出了門口就直接到你家了 它是一個捷徑點要特別小心 那這邊是藍色的是熱身鋼鐵人 目前已經0比1落後的熱身 他們的選手是POWER 吳鳳達人類 對 11點鐘方向是熱身鋼鐵人POWER 藍色的人類 那七點鐘方向 七點鐘方向則是LIN 桃園噴射機LIN 紅色的神竹 那LIN呢目前的戰績三勝三敗 他是曾經三連勝 但是呢上一次喔 就輸給了你好嗎 How are you 還被人家敗人品 還被人家排字 所以LIN 輸可忍 輸不可忍 對 不可忍 不可忍 不過呢POWER選手 他是一勝一敗 第一場比賽 他這個人類 先下瓦斯 有令人印象深刻 是 沒錯 我們戲稱的是一個高鐵的戰術 高鐵的戰術 那這一次呢 他還是按部就班囉 對 一個正常的開局 先下的補給戰 需要留意的是 現在他們兩個這個點位 是一個進點 進點 對 兩邊都在左邊 所以很容易 當我們在前期打破了 那個石頭的點位之後 打破了石頭 可以直接壓到對方的家中 會變成說雙方會變得 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那現在下了兵營 兩邊都是一個正常的開局 都是先下了房子之後 各自下了彼此的兵營 那工兵出來了 這個是LIN的工兵 惡兵營 哦 豪爾這邊使用了一個 二兵營的一個開局啊 哦 人類二兵營啊 對 我們有可能會做一個 機槍兵的前壓 那也有可能會是一個開礦 開礦的一個戰術 哦 尋到了 好 現在看到了對方 是一個二兵營的一個開局 這一波進來什麼都看到了 對 大概尿了一下 心中大概有個底了 大概知道對方的一個戰術 那工兵先拉出來 可能要藏起來了 藏起來 所以其實這一隻現在 在前面想要蓋什麼的都可以 也可以 對 你可以藏起來蓋個水晶塔 等一下快攻 這個是可以的 那這邊是單兵營之後 下了機械控制核心 除了狂戰士 因為我們有發現 對方是一個雙兵營的開局 所以我們保守一點 我們先下狂戰士 同時下了第二個兵營 非常謹慎 因為你雙兵營 那我們為了預防萬一 你趕快蓋下了 自己的第二個兵營了 好 除了是機槍兵 還沒有瓦瓦斯 需要留意的是Paul 還沒有瓦瓦斯 對 怎麼這麼晚 家裡不缺瓦斯 不用叫 一般來講比較晚 比較晚蓋瓦斯場 可能就是要一個雙框的開局 對 好 機槍兵已經來到了四隻 對 陸戰隊啊四隻 不過它沒有封門啊 對 並沒有封門 我們一般來講在神主打人類的時候 兩邊都並不會做封門 為什麼呢 人不是超愛封門的嗎 對 有時候你如果在門口封起來 當對方 因為對方也是有個遠距離的兵種 例如說錐裂 或是出虛空 那我們如果用一個錐裂配合虛空 在門口拆你的一些建築物 其實那非常痛苦 有一次如果拆你的兵門的話 那個兵你還要飛起來往後跑 那是非常困擾的 不過呢 雖然沒有封門 但是前面呢 有人戰哨 我看到 對 機槍兵 對 有人戰哨在這邊啊 在上坡上面 對 這邊有七隻喔 對 而且呢 對 有時候你人打神 你封門啊 有人還是會用閃線有沒有 也會瞬移閃過去 你封門也沒有用 也不是每個人都會撞到牆 是喔 沒錯 所以喔 所以這樣子人類不封門 對 不過不封門也是有它的好處 我們在進出確實是比較方便 而且不用擔心門口的建築物被打掉 會卡人口 那這邊POWER是蓋下了第二個主堡囉 在家中蓋下了第二個主堡的搶礦 那LIN這邊則是蓋下了 機械製造廠 是潘科技的開局 我們工兵剛剛成功的衝了進來 有偵察到 有偵察到對方的一個開局 那對POWER來講是一個好消息喔 加中下了第三個兵營 第四個兵營 現在在這個斜坡對峙著 你不下來我也不上去 對喔 現在是 現在是七個復戰隊的 對 現在有七隻 那下面是追列兩隻 如果硬打呢 誰會贏 如果硬打其實其實下面會贏 可是追列如果操作得當的話 對喔 追列如果操作得當的話 真的受不了了 真的要打 但是追列多了一隻 對喔 趕快退 對喔 這邊可以利用小操作 我現在是拉走了 我專門會對峙的 假設性的問一下對達誰會贏 結果還真的打了一下 對 結果就打了一下喔 那現在是大量的機槍兵喔 喔 機槍兵變比較多囉 現在來到了十一隻 十一隻 那這邊是三隻 來來來來來 喔 直接貼到你的身上 我要點一隻 哇 這個操作很不錯喔 我們直接貼過來 不過兵這邊反應相當快喔 第一時間 決心追殺到底嗎 沒有 還是退了 因為我們有搶礦喔 其實不太敢貿然前進 而且少血的先退 對 少血的先退 讓滿血的在前面擋 擋 喔 那現在 另這邊也搶下了第二個礦區 第一個觀察者 現在飛到了POWER的家中 四兵營 五兵營 他下了軍工場喔 軍工場也完成了 然後同時也出了飛機場 這個觀察者什麼都看到了 對 小眼睛喔 對 看得非常開心 那我們同時 我們已經知道了對方 在幹嘛喔 那我們家中就可以 比較愜意的 愜意的發展喔 可以看到 何況 工兵都拉出去了 嗯 門口的對峙了 依舊持續著 對 依舊持續著 那現在主堡是要飛出來了 對 人類的新鬼指揮總部喔 主堡喔 飛出來 喔 這邊一個小操作喔 兩邊都是一個小操作 雙方到目前為止 雙方到目前為止 剛講的就死了一隻陸戰盾 是 而且前面你擋在家門口 怎麼怎麼樣搶第二框了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幾次的驅離喔 但是都不太敢貿然的搶框 因為很怕對方其實是 轉壓一波喔 直接打爆你 這時候巨象 哇 我們三隻最烈擋著你喔 其實我們已經攀爬出了巨象了 哇 巨象這邊呢 現在就是他是老大了 對 現在他是老大了 對 現在他是老大了喔 他是老大耶 哇 老大來了 而且剛剛鏡頭好近 還真的看起來很巨大 對 是非常巨大 我們看到這邊 觀察者在看喔 其實有個小東西 哇 現在要破石頭了 我們破石頭之後喔 雙方就會面臨一個巨大的壓力喔 兩邊壓力都很大 因為你可能冰一波被打光了 對方就直接打 直接就衝過來打在你的惡況處喔 我們現在 雙方兵略奪 對 人類這邊就是略奪我覺得 這隻巨象會不會所向無敵啊 如果真的打出去的話 需要靠漂亮的操作來 喔 兩顆力場 漂亮 兩顆力場先 卡住喔 我嚇一跳趕快先拉走 我擔心 我們不敢 不敢硬是做抗 真的嚇一大跳吧 對 我只有跑超越 走光飛了喔 唉唷 這邊有空軍我看到啦 空軍要來了 圍巾戰機出現了 圍巾戰機出現了 我們現在出了 是圍巾戰機專門克制巨象 喔 所以也有後招啦喔 後面也有兩架圍巨 難度我們出了圍巾戰機 意味著我們只要出圍巾戰機後 意味著我們沒有出醫療體 喔 這隻巨象沒有操作好啊 跑過來了 喔 被打了 這邊都在做小操作 剛剛一隻圍巾不小心爆了 對 雖然是 又再來兩架圍巾 又來了 家中現在不斷的在補著圍巾 不過有追劣 稍微要保護一下巨象 現在目光又完成了 我們要升級的是衝鋒還是閃線追劣呢 好 石頭 雙方的人口數其實差不多 觀察者依然看得非常愜意 這個有沒有發現 現在來到了五台 五架圍巾啊 五架 家中還是在出圍巾 而且是雙飛機場 是兩個飛機場在出 喔 巡空廠是要重力犧牲了嗎 這個比起小眼睛就大多了 對 眼睛就太大了 目標也很好打 雖然感覺都是去做偵查的 但是它真的是大方塊型的 喔 發現了 我們眼尖還是發現了 你有東西在那邊慢慢的飄移 所以這邊人類的兵種 應該已經定掉了喔 就是圍巾 以及掠奪以及機槍兵 這是一個混兵 但是沒有醫療艇喔 這是隱憂 雖然我們可以 圍巾多一點喔 是秒殺巨像用喔 但是我們現在是沒有醫療艇的話 大家如果在後續 後續的作戰上就會比較劣勢一點 就沒有辦法幫啊 這個機槍兵補血啊 對 沒錯 直接打 直接點掉漂亮 我們點掉犧牲了一隻圍巾喔 不過我們成功的點掉了一隻巨像 所以一隻圍巾換一隻巨像有賺頭 賺非常非常多喔 我們一隻圍巾喔 是150塊以及75塊的瓦斯 這個非常非常便宜 但是一隻巨像要300塊的錢 以及200塊的瓦斯喔 基本上是兩倍 對 賺了兩倍多喔 這非常凶狠 第三個礦區 現在令這邊 現在是牆下的第三個礦區了 對 神族的是桃園噴射機隊 對 人類呢 Power選手是 那先當一個人 哇 閃現追獵 對啊 這個又換掉了 但是這次是用三台的圍巾換喔 就沒有賺很大的 然後搶下了自己的第三個礦區 兩邊都搶下了自己的第三個礦區了 還沒有做壓制喔 我們還不太敢做壓制 還在貿然 不太敢貿然做壓制喔 還在做一個比較謹慎的防守 後面有出了醫療艇喔 現在開始轉出醫療艇 還不太敢做進攻 而且其實我們的偵察並沒有做好 包括這邊壓制在中間 卻沒有偵察到對方的三礦 這其實是一個還蠻關鍵性的一個 如果對方的三礦 令三礦開始運作的話 其實優勢就會轉到令這邊了 對 我們這邊也 這個看畫面右下角 左下角那邊就可以看得到 雙方選手的視野喔 對 因為三礦打三礦 其實對人類來講是完全沒有優勢喔 對 我們這邊看到 就是人類看到紅色的那邊 他沒有看到三礦 他沒有看到三礦 對 其實應該來講是有判斷到 有可能想三礦喔 但是這邊沒有做偵察喔 這比較可惜的地方 哇 醫療艇出來了 現在要做進攻了吧 陸戰隊好開心喔 美麗的小護士這麼多 對 可是在空中啦 對 可以載起來喔 可以載起來喔 可以做一個近距離的接觸這樣子 載起來就可以到房間那邊去 接受醫療 對 接受醫療 但是其實載起來 反而是不能醫療的 是啊 對 反而是很累 會損血這樣子嗎 其實也不會損血 要來說壓制了嗎 我們現在人口數是差不多 再不前進 對人類來講其實並沒有優勢喔 如果再不做一個前壓 我們又不打對方的三礦 這個對自在人口實在是 不太知道為什麼 這樣子歸 手背也看不下去嗎 沒有 因為沒有優勢 你這樣子歸其實 你並沒有出更多更好的兵手 哇 結果現在反而被打了 對啊 反而被打了 對方又閃線追戀 而且同時是有閃電的喔 我們看到後面 後面是有 高健身R54 哇 第一個閃電放下來了 又閃過來不斷的做壓制 哇 這邊復步的進逼啊 復步的進逼啊 哇 立場放置得非常非常好 哇 這一個 感覺就是我們沒有 科技的優勢 而且又沒有經濟優勢 這邊直接被壓著打 哇 立場 立場隔了相當不錯 而且狂安斯又一個壓進來了 拉出了所有的工兵嗎 哇 結果這一波人類被打到自己家門口了 對啊 這一波我們沒有做壓制 其實反而直接被壓了齁 對 而且兩個巨像真的手向無敵啊 因為圍巾已經完成看不見人了 圍巾已經死光了齁 那這邊的話直接壓制了過來 兩顆白球 我們高健身R54 放完魔法之後就合體成為白球了 對 合體成為白球之後 他就只能攻擊不能撕把齁 不過是一個高級的護盾 他叫執政官齁 然後現在打到這邊 基本上已經要打出GG沒有問題了 那這一場應該是力量獲勝了齁 那準備就是 接下來就是等對方打出GG 然後要投降了 對 在特選鋼田 對啊 Power選手 這個初級的時機點而已太慢 非常慢 而且沒有做偵查齁 這個賽事非常大的失誤齁 既不偵查又不攻擊 那簡直就是 閉著眼睛在打的感覺了 那現在就是沒有辦法了 現在加重直接被壓制了 對 防止一個一個被拆掉 對 然後速達到兩倍的落差了 那直接壓上來 哇 一個瞬移上來 閃線上來齁 那應該是要直接結束比賽了 好 打出了GG 是 所以這場比賽呢 是由桃園噴射機隊的神族選手另獲勝 所以現在桃園噴射機取得了2比0的天牌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